卡塔爾當地時間12月18日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阿根廷隊在決賽中通過點球決戰 最終以7比5擊敗了法國隊 時隔3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盃 這也是阿根廷隊第三次奪得世界盃 阿根廷球星梅西容英本屆盃賽金球獎 法國球星姆巴佩獲得金靴獎 梅西在賽後表示 我知道上帝會把這份禮物帶給我 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這屆世界盃我會成功 為了奪冠 兩支球隊一開始就派出了最強的陣容 阿根廷隊仍然擺出4-4-2陣型 使用梅西和阿爾瓦雷斯雙前鋒組合 法國使用了4-3-3陣型 鄧貝雷 吉魯和姆巴佩率領前線 兩隊曾在上屆世界盃1%決賽中交手 當年那場進球大戰中 法國隊以4比3顯勝 這次比賽的上半場梅西首開記錄 率隊取得2比0領先 但下半場第80分鐘 姆巴佩連進2球追平 將比賽拖進了加實賽 在加實賽階段 法國隊12號穆阿尼 苯有機會一錘定音 但遺憾的是 其單刀射門被對方的門將 馬丁內斯用腿擋出 錯失絕殺機會 加實賽的下半場 梅西門前補射破門 但法國最後又獲得點球 姆巴佩主罰破門 他以8個進球搶走梅西的金靴 雙方再度平手 以3比3進入了點球大戰 法國隊率先主罰 第一輪姆巴佩和梅西二人首當其衝 分別為各自的球隊命中點球打響投砲 第二輪法國隊20號金斯利的點球被門將馬丁內斯敷出 阿根廷隊21號迪巴拉將點球拔進 第三輪法國隊8號楚阿梅尼的點球偏出左門柱 阿根廷隊的5號帕雷德斯主罰命中 第四輪法國隊12號穆阿尼頂住壓力將球打進 但是阿根廷隊4號蒙蒂爾同樣將球打進 阿根廷4點全中以4比2勝出 最終梅西帶領的阿根廷隊以總比分7比5 擊敗了姆巴佩帶領的法國隊 如願以償捧得大力神杯 本場比賽阿根廷隊眾志成城 志在必得 全場踢得積極主動 儘管姆巴佩以一己之力兩次挽救了法國隊 但最終阿根廷隊還是依靠團隊的力量擊敗了對手 時隔36年再次登頂世界盃冠軍 遠在千里之外的阿根廷球迷舉國歡騰 一系列的記錄也隨之誕生 阿根廷隊繼1978年和1986年之後 再奪世界盃冠軍 達成三星榮耀 奪冠次數僅次於五星巴西隊 四星德國隊和意大利隊 同時梅西創造了兩項世界紀錄 也有媒體表示 梅西締造了7大紀錄 不僅成為首位從世界盃小組賽之決賽 每個階段都有進球的球員 還以26次出場成為了世界盃參賽場次最多的球員 在賽後 國際組聯主席殷凡蒂諾 首先頒發本屆盃賽的個人獎項 阿根廷隊的門將馬丁內斯摘得金手套獎 阿根廷隊的新秀費爾·南德斯獲得最佳新人獎 現場觀賽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比賽結束之後走入賽場 安慰姆巴佩與其他的球員 並表示 他為所有的法國球員感到非常自豪 儘管輸了比賽 法國隊的球員仍會在19日 到達巴黎香榭利社大街遊行 馬克龍表示 他為法國隊未能衛免感到沮喪 但仍然祝賀阿根廷隊獲得了世界盃決賽的勝利 他會為阿根廷 為阿根廷球員和他們的人民喝彩 高潮迭起的卡塔爾世界盃終於畫上完美的句號 世界有了疫情之後的狂歡 足球有了馬拉多納之後的傳承 阿根廷隊奪冠 使卡塔爾之東成為一幕巨作載入史冊 留在人間 本屆世界盃上千萬中國球迷觀看了開幕式和揭幕站的直播 發現世界盃的賽場上萬人聚集歡呼 沒有一個人戴口罩 傳媒平臺把全世界人民自由出路的現實帶到了眼前 旅美時事評論員秦鵬表示 世界盃的賽事畫面 會讓風控在家 生活難以為繼的中國觀眾 更加質疑中共的防疫政策 從而點燃社會新一輪的不滿和反抗的情緒 慶幸的是 目前在多重壓力之下 也促成了中共宣布解封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方李中華的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 全球通脹愈演愈烈 各國央行紛紛加息應對通脹 為了緩解處於40年高點的通貨膨脹 美聯儲今年7次加息 其中連續4次激進加息75個基點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增加到4.25%至4.5%的範圍 達到15年來的最高值 美聯儲大幅加息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首先 加息導致美國政府借貸的成本加高 也帶動借貸利率普遍上升 導致企業融資的利息更高 家庭買房 買車貸款費用也跟著提高 其次 在國際上 由於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美聯儲加息推動了美元升值 引發國際資本回流美國 對其他國家來說 加劇了資本的流出 加息起到了抑制通脹的作用 但同時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會降下來 導致經濟衰退 世界銀行最新的綜合研究報告指出 隨著各國央行紛紛加息應對通脹 2023年 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經濟衰退 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在11月11日申請了破產保護 這起事件造成加密貨幣市場的大震盪 許多投資人面臨巨大損失 12月12日 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創辦人弗里特被捕 檢方指控他竊取了數以十億美元的客戶資金 策劃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詐案之一 專注於比特幣和數字貨幣的新聞網站CoinDesk 在11月2日披露了SBF創辦的另一間公司 阿拉米達研究的私密財務文件 文件中顯示 阿拉米達研究持有六成FTT總流通 並且資不抵債 而FTT是FTX發行的代幣 11月6日 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BN執行長趙長鵬在推文中表示 要清空手上持有的FTT代幣 隨後FTX出現擠兌潮 11月11日FTX申請破產保護 當天又爆出駭客入侵FTX的事件 約有10億美元的資產不翼而非 弗里特12日在巴哈馬被捕 美國檢方以詐欺 不當挪用資金 以及非法政治捐款等8項罪名對他進行起訴 準備將他引渡回美國受審 最高可判刑115年 FTX破產之後 負責清算的律師直言 弗里特的手法相當明目張膽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李源的採訪報導 5月9日 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作為唯一的參選人 被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特首 他上任之後變本加厲的推行中共的港版國安法 6月19日 中共國務院公布並任命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政府26位主要官員 其中8人來自香港紀律部隊 特首李家超在香港警隊任職長達30多年時間 7月1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到香港參加了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活動 並未宣誓就職的李家超監視 2019年 在香港爆發大規模反送中抗議期間 作為香港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 指揮港警對抗議的民眾進行了嚴酷的鎮壓 2020年8月 美國財政部宣布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以及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等11人進行制裁 中共當局清點警察出身的李家超擔任特首 意味著中共在香港大開五官執政的先河 可以預期 中共未來會更多啟用主張以暴力手段治港的人 香港已經和其他的中國城市沒有分別 李家超上任之後繼續在香港推行國安法 任意拘捕媒體人士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網絡媒體記者陳朗生 9月19日被警察盤查時 因為要求警察出示證件而被拘捕 並以妨礙公務罪名立案起訴 為了按照中共的意圖審判那些已經被捕的香港民主人士 香港律政司8月13日宣布 今後涉及國安法案件的審判將不再設陪審團 香港著名作家顏淳溝指出 取消陪審團是香港法治死亡的里程碑 國安法導致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迅速惡化 目前越來越多的港人選擇離開香港 香港政府統計處8月的數據顯示 過去一年間 香港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1.6% 離開香港的人口超過11.3萬人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金智堅的採訪報導 11月26日舉行的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 國民黨獲得大勝 執政的民進黨表現不佳 總統蔡英文當晚宣布 即刻辭去兼任的民進黨黨主席一職 選舉日當晚 結果揭曉 21縣市長選舉當中 國民黨候選人在13個縣市獲勝 贏得台北 新北 桃園 台中等六大都市中的4個 而民進黨只拿下5個縣市 總統蔡英文當晚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 民進黨選舉成績不如預期 她身為執政黨主席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 立即辭去兼任的民進黨主席一職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所遭受的血腥鎮壓 讓臺灣人的反共意識達到高度的一致 今年以來 中共不斷地在臺灣海峽製造緊張氣氛 8月2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率領國會代表團抵達臺灣訪問 當時由中共外交 宣傳部門的反美 反佩洛西和反台獨的發言 充斥在國內社交平臺 招致更多的臺灣人對中共的反感 中共在臺灣培植的親共勢力快速消退 國民黨內持有反共不反中觀點的新生代力量 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在2020年與2021年的國民黨主席選舉當中 明確反對一國兩制的江啟臣和朱立倫脫穎而出 已經縮小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民意差距 不少地區已經超過了民進黨 11月的臺灣中期選舉主張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支持香港反送中抗爭者的蔣萬安 以超過民進黨對手約11個百分點的得票率 當選了臺北市市長 臺灣將於2024年舉行下一次總統大選 蔡英文總統的任期還剩下兩年 中期選舉作為兩年後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國民黨優異的表現也讓外界越加的關注 2024年臺灣是否會再次發生政黨輪替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郭亮在臺北的採訪報導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7月8日在奈良街頭演說時遭槍擊去世 安倍曾兩次出任首相 並重新確立了日本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角色 他在位3188天 是日本憲政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 7月8日上午 安倍在奈良市街頭為兩天後的參議院競選做助選演講 11點半左右 被一名男子從背後槍擊 脖子右側和左凶手傷 因為左側動脈嚴重損傷 出血過多 於當天傍晚去世 享年67歲 凶手是居住在奈良42歲的山上徹夜 當場被拘捕 在他本人的供述當中表示 他的母親癡迷舊統一教會不斷捐贈資金 導致家庭破產 而安倍與舊統一教會的關係讓他心生仇恨 安倍遇刺案對日本社會造成極大的衝擊 國際社會也感到震驚 基於保守派意願以及海外的輿情 岸田內閣於9月27日在日本武道館為安倍舉行了國葬 是自吉田茂以來第二位享有國葬規格的首相 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 外祖父以及外叔祖父 都曾擔任過日本首相 被稱為一家三相 安倍是具有保守色彩的右翼政治家 1993年安倍39歲時 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 作為鷹派的年輕人物展露頭角 2006年52歲時 首次出任首相 也是戰後出生的最年輕的首相 但一年後因為身體原因辭職 2012年他再次獲選首相 由此開啟了安倍時代 直到2020年8月又因為身體原因辭職 安倍給日本的經濟結構以及意識形態帶來的衝擊巨大 特別是他推行的新戰略外交 價值觀外交 重塑了日本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角色 面對中共不斷的擴張 他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糊的構想 藉由經濟 安全 軍事交流等方式加深與價值觀相同國家的關係 並加強日美同盟 以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為了防堵中共 他倡議組成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他曾表示 日本絕不會向中共屈服 特別是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更明確表達了民主國家共同抗共的決心 在卸任之後 作為眾議院議員 安倍仍持續發揮影響力 奈良助選是其中之一 但卻不幸遇難 安倍兩次任期長達3188天 創下日本戰後在政治界最長的執政記錄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李華在日本的採訪報導 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第20次黨代會上 習近平破例贏得中共黨魁的第三個任期 登上吳志恆的權力頂峰 中共政治局老齡化 集體領導名存實亡 會議期間 還發生了前黨魁胡錦濤被駕禮會場的事件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也在20大會後一個多月死亡 習近平在20大報告中不再強調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 外界普遍認為 中共4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 中國問題專家日本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石碗明夫指出 中共政治局新常委沒有一個懂經濟的 而且沒有一個有在國務院工作過的經驗 中國的經濟會一年比一年差 在20大會上 中共通過了黨章修正案 只有59歲的政治局委員胡春華被降級為中央委員 而4名習近平親信成為了政治局常委 使得中共最高層成為習近平一統天下 中共黨史專家《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為 表面看 習近平在20大大獲全勝 但黨內仍然存在反對力量 他的麻煩才剛剛開始 習近平的這種權力結構非常脆弱 尤其是面對當前內外交困的局面 應對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系統性危機 導致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全面爆發 在22日 中共20大閉幕會上 還出現了令人意外的一幕 多家外媒記者拍到 坐在習近平左手邊的中共前任黨魁胡錦濤 突然被兩名工作人員連服代價的離開了會場 引發全球的熱議 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之音 德國之音 路透社等媒體 紛紛報導了胡錦濤被離場這一特別新聞 英國《泰晤士報》指出 胡錦濤在鏡頭的聚焦下被迫離開 反映了習近平在追求絕對權力的過程中壓制任何不同意見的決心 習近平的新班子還面臨一個沉重的全球壓力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8月31日卸任前的最後一刻 公布了新疆人權報告 報告中警示 中國新疆地區有關酷刑等指控可信 對維吾爾人等穆斯林任意關押的歧視性做法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在中共二十大結束的一個多月之後 中共官媒宣布前中共黨魁江澤民11月30日死亡 大紀元當天發特稿表示 江澤民的一生是可恥的一生 他當政期間禍國殃民 出賣國土 貪污腐敗濫盛行 迫害法輪功製造千古冤案 是民族和歷史的罪人 揭發和清算江澤民的邪毒 與江澤民和中共的邪惡切割 三退保平安 江澤民的罪惡不僅定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而且必定遭到歷史的審判與清算 這是希望之聲記者李宋的採訪報導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在11月8日舉行 12月6日落下帷幕 共和黨在這次選舉當中以9個席位的優勢贏回眾議院控制權 而民主黨則以51比49保持了參議院的控制權 12月6日喬治亞州選舉結果出爐 現任民主黨籍參議員沃諾克 以微弱的多數戰勝共和黨挑戰者沃克 為民主黨再增加了一個參議院席位 參議院現在的格局是民主黨51席 對共和黨49席 兩名無黨籍參議員桑德斯和安格斯金加入了民主黨黨團 在目前的格局下 民主黨能夠繞過共和黨的阻礙 控制權力強大的參議院委員會 使得拜登在行政和司法上的任命較為容易 預計民主黨將加快步伐 任命自由派法官進入聯邦法院 在這次選舉當中 民主黨超出大多數媒體和觀察人士的預期 保持了對參議院的控制 並將席位優勢擴大一席 這是1934年以來的第一次 在野黨沒有成功擊敗任何一個執政黨參議員的選舉 2012年以來的人口政治學趨勢在這次選舉當中得以延續 共和黨在工薪階層 尤其是白人和拉丁裔工薪階層當中 繼續取得進展 而民主黨則在相對富裕階層和受國大學教育的階層當中取得更多選票 眾議院選舉當中 共和黨以222席對213席的微弱優勢擊敗民主黨取得了眾議院控制權 美國新一屆國會將在2023年1月3日上路 共和黨計劃推出一系列行動 包括探究中共病毒起源 監管邊境危機 以及增加美國國內能源生產等等 麥卡錫明年1月將有機會取代民主黨籍的佩洛西成為下屆議長 在州長選舉方面 民主黨從共和黨手中奪得了馬里蘭州 馬薩諸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州長職位 並保住了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賓夕法尼亞州 堪薩斯州和俄勒岡州的州長職位 共和黨以明顯的優勢保住了佛羅里達州 德克薩斯州和佐治亞州的州長席位 並以微弱優勢從民主黨手中奪得了內華達州州長席位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常寧在美國的採訪報導 2022年9月8日下午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蘇格蘭巴摩拉城堡行宮安翔離世 享受96歲 查爾斯成為英國國王 官方將她離世的原因記載為年邁 女王的去世使世界的傳統和保守主義陣營失去了一位堅定的捍衛者和不懈的實踐者 女王執掌英國王室70年間 研習和保全了傳統的觀念 禮節和儀鬼 伊麗莎白二世所表現出來的傳統 高貴 優雅 責任 勇氣和虔誠 對人類社會的聖人之志 賢德之志 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伊麗莎白二世1926年在倫敦出生 1952年正式成為英國女王 在位超過70年 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英國王室表示 她是一個極負責任感 並對生活保持積極態度的君主 伊麗莎白二世的一生當中 接待過13位美國總統 經歷過15任英國首相 在位時間長度 也居世界第一 去年4月 女王99歲的王夫菲利普親王離世 在這之後 伊麗莎白二世的健康情況多次起伏不定 在9月6日 任命了生涯中最後一屆首相特拉斯之後 女王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 女王逝世的消息在9月8日傳出 英國BBC電視臺中斷了節目 並更換了黑白台標 莊嚴而肅目的國葬在西敏寺大教堂舉行 最終 女王與丈夫共同場面於國王喬治六世紀念禮拜堂 伊麗莎白二世是世界上出現在最多國家與地區貨幣上的人 她去世之後 全球各地的藝術家創作懷念女王的作品 更有民眾拍攝下了哀悼期間 白金漢宮上空的雙彩虹 與酷似女王影像的雲朵 藉此表達心中的懷念 全球約有500名各國的政要 皇室成員等參加了女王的葬禮 美國總統拜登第一時間發表聲明 稱伊麗莎白二世定義了一個時代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聲明表示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因其優雅 尊嚴和奉獻精神在世界各地廣受讚譽 英國首相特拉斯將女王描述為現代英國賴以建立的基石和大不列顛精神的象徵 特拉斯表示 女王的敬業精神是我們所有人的榜樣 9月6日 特拉斯被英國女王任命為首相 接替約翰遜 約翰遜2019年通過民選獲任 但在7月7日因為包庇副黨邊的性騷擾醜聞而辭職 更令人意外的是 英國首相特拉斯上任僅6週之後 在10月20日下午 因為減稅計畫而引發的金融市場動盪之後 他的支持率降到了幾十年來英國領導人的最低水平而辭職 這是他成為英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10月25日 剛剛當選為英國保守黨黨魁的蘇納克 在白金漢宮接受了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正式任命 成為英國第57人首相 現年42歲的蘇納克是英國歷史上首位亞裔首相 也是英國1812年以來最年輕的首相 蘇納克在演講中承諾 將帶領英國恢復信譽 重建信心 度過經濟危機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柳方李在英國的採訪報導 俄烏戰爭是2002年世界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俄羅斯入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之一 擾亂了整個世界的政治 經濟和軍事格局 導致雙方數十萬人傷亡 並造成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 戰爭開始的6週內 就有430萬難民離開了烏克蘭 另有710萬人在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 聯合國大會發表了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議 西方各國大規模支援武器收留難民 並宣布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 俄國則減少天然氣輸送到歐洲進行反制 引發全球能源 食物價格的飆升 戰爭不只對世界民生造成嚴重的影響 通膨不斷加劇金融市場的動盪 全球經歷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緊張局勢 2月21日 莫斯科突然宣布 烏東頓巴斯地區的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分裂出兩個共和國 並開始向這些區域派出裝甲部隊 展開所謂的違和行動 2月24日 俄國總統普京正式宣布烏克蘭地區的特別行動 俄烏戰爭全面開始 面對戰爭帶來的空前壓力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拒絕逃離烏克蘭國土的提議 堅定留守國內 在俄軍發起全面襲擊的第二天 澤連斯基發布電視講話 正式宣布烏克蘭全國已經陷入戰火 誓言捍衛國家 並呼籲最大限度避免民眾傷亡 烏克蘭起先在這場襲擊面前顯得措手不及 而俄方佔盡了裝備與人數的最大優勢 在外界眼中 構成了鋼鐵洪流 許多國家政府當時都不看好烏克蘭的抵禦能力 許多分析師甚至開始提前預測基輔淪陷的時間點 但在烏克蘭士兵頑強的抵抗面前 俄軍無法快速推進 止步在基輔城外數十英里處 3月底 俄軍宣布撤離基輔 莫斯科的閃電戰略出現變數 經過了初期的艱苦戰爭之後 來自國際的軍事與物資援助 源源不斷地抵達烏克蘭 這幫助烏克蘭當局在後續的戰鬥中 逐漸掌握了前線的主導地位 11月11日 烏克蘭舉行大反攻 俄軍被趕出了三大烏東戰略重鎮 俄軍放棄了本次戰爭中奪取的唯一主要城是赫爾松 這次挫敗對俄方造成了顯著打擊 12月7日 俄國境內的三座空軍基地接連遭到了烏軍的攻擊 這是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最重大的挫敗 與之前的基輔大撤退 莫斯科號遭擊沉 克里米亞機場大爆炸 哈爾科夫被狂喜相比 這是更為嚴重的損失 因為這三座機場都是在俄國的本土境內 離烏克蘭邊境深達700公里 有的機場甚至還在俄國首都莫斯科附近 這是俄國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奇齒大辱 隨著烏克蘭冬天的到來 俄軍在前線難以取得任何突破 轉而採取用炮火轟炸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戰略 導致烏克蘭全境面臨著嚴重的人道危機 而俄軍涉嫌在基輔布查地區實施對平民的屠路 遭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為犯有反人類罪行 相關案情被交至海牙國際法庭進行審查 莫斯科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泥足深陷 但還在蓄積實力 等待春天再次籌備一輪攻勢 而基輔方面指出 烏克蘭的談判條件是 要求俄軍完全撤離烏克蘭領土 在連續數月的激戰之後 戰爭的天平似乎在向烏克蘭傾斜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柳方李的採訪報導 中共極端的清零防疫政策不僅重創了中國的經濟 也在各地持續引發次生人道災難 11月下旬烏魯木齊的一場大火 引爆了全國範圍的白紙革命 從南京傳媒大學的行動開始 多地出現了大規模無中心的民眾和高校學生集體抗議 反對和抗議中共一系列的清零政策 甚至喊出了共產黨下臺等口號 中共謊稱境外勢力煽動人民機制的怒怼 點燃了中華大帝反對中共的遍地怒火 11月24日晚 新疆烏魯木齊的一棟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 由於防疫的封控設施阻礙了消防車及時滅火 造成了多人死亡 官方通報的是有10人死亡9人受傷 但海外維吾爾自由論壇主席哈密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當地傳出死了44人 26日從南京傳媒學院開始 上海 北京 廣州 武漢 杭州 成都等地 先後出現大規模市民和高校學生聚集抗議 26日晚 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 眾多市民在馬路邊擺放鮮花 點燃燭光 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的死難者 並對當局長期的極端防疫表達不滿 面對現場大批的警察 憤怒的市民不僅高喊 北京四通橋抗議橫幅的標語內容 甚至喊出了共產黨下臺 習近平下臺等口號 中共二十大前夕的10月13日 北京三環入四通麗礁橋橋上出現了寫有 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封鎖 要自由等的橫幅標語 這些內容成為近期民眾抗爭的共同口號 12月7日 中共當局在清零無法實現的情況下 發布了大幅度放鬆防疫限制的十條新規 由於這些席捲全國的抗議現場 很多人都手拿著A4大小的白紙 同時表達對當局言論審查的無言抗議 被國際輿論稱為白紙運動或白紙革命 並延伸到了海外 得到了包括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日本在內的 多個國家華人和留學生的持續聲援 一位在洛杉磯大學的留學生告訴海外的媒體 鐵鏈女事件 上海封城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四通橋事件 新疆大火封控下的死亡民眾 讓很多的大學生都清醒了 這場白紙革命的震盪仍在持續發生 引發世界的廣泛關注 海外媒體報導 一名在深圳教了30多年書的高中老師表示 因為這些抗議者 我現在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海外知名民運人士王君濤認為 中國的年輕一代覺醒了 中共未來日子難過 白紙運動只是開始 中國的大變局可能說變就變 白紙革命等內外交困 使中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沒有準備好藥物、疫苗、醫院床位和醫護人員等情況下 中共全面放開疫情管控 短短幾天內 中共病毒在中國再次大面積的爆發 中共內部會議透露 一天有3,700萬人感染 近20天內 估計有2.48億人染疫 從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重慶、河南、河北到東北 全國各地到處都是陽性感染者 因死者眾多 很多城市的醫院和殯儀館加班加點不堪重負 其實中國這波大規模的疫情早已經開始 死的人很多都是中共的高官、共產黨員 還有中共的追隨者 但中共一直在對中國的民眾和世界隱瞞疫情的真相 據世衛組織衛生應急管理負責人瑞安披露 中國病例的爆炸性增長 並不是因為解除了嚴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 中國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鬆之前就開始了 這也被北京政法系統的一名官員所證實 他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北京疫情並不是在白紙運動之後才爆發 早在二十大期間 也就是10月中下旬的時候 北京各大醫院的院內感染就已經非常嚴重 到12月初已經完全失控 但這一切都被中共官方嚴密封鎖 一直到當局宣布中共前黨會江澤民死亡之後 有關北京的染疫資料才逐漸對外公開 但這時已經有大量的老年感染者死亡或病危 北京的醫療資源在官方放開前就已經崩潰 據路透社報導 在北京最大的八寶山殯儀館 也是處理中共高官和領導人遺體的殯儀館 12月18日 每分鐘可以看到幾輛鈴車進入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 北京的火葬場堆滿屍體 火化炉從早上一直燃燒到晚上 12月17日 北京染疫在家身亡的就有2700多人 然而 患於隱瞞疫情的中共一直到12月19日 才首次宣布了兩個死亡病例 由於外媒到殯儀館打聽消息 中共已經派警察和保安進行封控 中共國家衛健委21日的會議內容紀要顯示 據估算 中國20日單日新增感染人數直逼3700萬人 12月1日至20日累計感染達到2.48億人 佔中國總人口數的17.56% 中國疫情爆發向海嘯般驚人 但中共官方承認的全國染疫死亡人數 從12月初放開防疫限制到20日 竟然只有7人 而且都在北京 並且北京公布的疫情數據呈迅速下降趨勢 中共的隱瞞手法 跟2019年武漢疫情爆發之初一樣 為欺騙社會大眾 中共衛健委重設染疫死亡的標準 只有感染病毒導致肺炎 呼吸衰竭而死亡的人 才被歸類為新冠疫情死亡 這完全背離了國際規範 也就是死亡時被確診感染的病人都會被納入 雖然中共試圖掩蓋 但大量的中共體制內的高官 以及名人染疫的消息不斷傳出 包括中共政部級退休官員 原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 原主任兼黨委書記陳錦亮 原國防大學退休幹部居開 曾演繹中共紅色巨馬 紅色娘子軍的表演藝術家楚蘭蘭 《人民日報》前記者楊良化等等 還有很多其他名人、專家、學者、院士 在疫情期間紛紛因病醫治無效死亡 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胡軍 中共所謂的戰鬥英雄、共和國勳章獲得者張富青 中共黨員、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離退休幹部 國家一級美術師王熙忠 曾創作中共紅色話劇、紅旗渠的河南著名劇作家楊林等等 單單在清華和北大兩個學府 在一個月內就有30多名教職員工理事 他們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或為中共宣傳或站臺的人 其實東西方傳統文化對於瘟疫有著非常類似的看法 那就是瘟疫是神對人類的懲罰 當統治者殘暴無道、整個社會道德墮落 人心敗壞時瘟疫就會降臨 古羅馬時因為迫害基督徒導致了四次瘟疫 強大的羅馬帝國由此而衰落乃至滅亡 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時 往往也是朝廷腐敗、社會道德墮落的時候 瘟疫屡見不鮮 疫情如海嘯、救人如救膩 疫情海嘯衝擊中共、跟黨走沒有出路 那麼大疫當中導致這場持續不斷的瘟疫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出路在哪裡呢? 每個人都急切想得到避疫的靈丹妙藥和良方 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道德變壞、業力大了而來的 如果這瘟疫是神安排的 什麼辦法能管用呢? 因為這是神要做的 有人也知道是這樣 其實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多年來就一直在開示真機 疫情爆發之初 李洪志大師於2020年3月19日 在李興一文中指出 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 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道德變壞、業力大了而來的 人應該向神真心的懺悔 自己哪裡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這才是靈丹妙藥 他還明示 目前中共病毒這樣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標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信你們看一看 目前最嚴重的那些國家 都是與邪黨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樣 那麼怎麼辦 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 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剷除它了 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疫情的發展印證著李大師的話 今年11月30號 中國共產黨在人中的邪惡總代表江澤民死了 顯示已經開始更大規模的清理中共邪黨 善惡有報是天理 中共被淘汰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陸的民眾可以承念九字真言 不為中共站台 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等方法來保平安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更元的採訪報導 我們在這個月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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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